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00多年前 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对外痛击匈奴 对内削藩 高度中央集权 确定了儒甲为正统思想 名犯强悍者孙远碧珠 奏出了那个时代的最强音 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可以说是开创了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大一统的盛世 在那个昂扬向上的时代 人才辈出闪耀古今 比如董仲书 斯莽谦 魏青 火炬病等的数不胜数 他们的文质武功 开拓创新 奏向了一段盛世华章 并深远地影响了未来 苏武无疑是其中最耀眼的明星之一 他让我们记住了他的北海牧羊 记住了他的忠君爱国 记住了他的至死不渝的高尚解操 苏武牧羊成为逆境求生的代名词 苏武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华民族坚真气节的典范 那么苏武究竟是如何从一个堂堂大汉使者 走向了十九年忍辱负重的流放生涯 到底是什么力量支撑苏武十九年而不投降 百家奖谈栏目邀请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 为您讲述系列节目 中国故事爱国偏执 苏武 在中国的民乐中间有一首非常有名的乐曲 叫苏武牧羊 这个苏武牧羊有很多版本 有用二胡演奏的 用萧演奏的 就我个人而言我特别喜欢那个用萧演奏的 它特别能体现苏武牧羊这个曲子的神韵 另外在中国的绘画中间 也有大量的以苏武牧羊为题材的国画 在这些国画中间都画到了一个老人 许法近白仗着汉节牧羊的故事 所以在中国的民乐中间跟绘画中间都有苏武牧羊的故事 那么苏武牧羊的故事 最早的文献记载是什么地方呢 最早的文献记载是汉书的苏武传 汉书的苏武传是一个河传 这个在汉书的苏武传中间 记载了苏武北海牧羊非常有名的一段话 叫 乃西武北海上无人处是目的 敌辱乃得归 别其官处常会等各至他所 武济之海上领时不至 绝也属去草食而食之 丈汉节目羊 握起操赤 节毛进墨 有这么一段话 这段话讲了什么意思呢 概括起来主要是四点 第一点叫终身监禁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匈奴的禅于把苏武弄到北海去牧羊 这个北海去今天学着考证 就今天俄罗斯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 就今天来看 都是一个非常荒凉的一个地方 在贝加武尔湖这一带去牧羊 而且是叫他牧笛 笛是公羊 叫他放牧公羊 条件是公羊产的仔才能让他回来 公羊产仔是不可能的 所以苏武的北海牧羊是永远 不可能回来的 等于说雄奴禅于这个命令 对苏武来说就是一个终身监禁 这是我们在这段文献中间 读出来的第一个信息 第二叫绝粮 因为苏武到北海去牧羊的时候呢 有一句话四个字叫领食不治 什么叫领食不治呢 就是不给他供应粮食 换句话说该供应给他的粮食没有按时到达 也不会按时到达 断粮目的是迫使苏武屈服 第三点叫执身一人 因为我们看到史书记载中间 是把苏武的随从全部打发到其他地方去 只让苏武一个人到北海去牧羊 可以说苏武在这个茫茫的草原上牧羊的时候 只有他一个人在那 所以苏武随时和他相伴的 除了羊以外只有孤独 而孤独往往是杀人的一个凶手 第四叫不忘使命 这是让我们最感动的 每次我们读到苏武传中间有关的记载 特别是读到北海牧羊这一段的时候 有这么几个字 叫张汉杰牧羊 握起操翅 睫毛静落 所以苏武拿着的是汉杰 所谓汉杰就是作为大汉天子使着的那个标志 就是一个猪竿上 前头拴了一些牦牛尾 由于长时间的拿 那个牦牛尾都脱落光了 他还在拿着叫握起操翅 无论是睡觉 无论是起身 任何时候都拿着汉杰 拿着汉杰表明不忘记自己的身份是汉史 没有忘掉自己的使命 是初始匈奴的汉朝的始结 汉武帝从16岁继位到70岁去世 在他执政这50多年中间和匈奴打了40余年仗 公元前100年 政治汉兄战争最激烈的第一阶段刚刚结束 双方处于冷战状态 苏武奉命出世匈奴 源于汉兄交往的一次意外 那么苏武的这一次交好之行 又是如何演变成为长达19年的悲惨流放生涯的呢 元丰四年 匈奴派了他的一个使者到汉朝来了 这个使者是匈奴的一个贵人 就是很有身份 很有地位的一个人 这个人来到以后呢 到了汉朝以后得了病 这汉武帝赶快派人给他治病 但是很可惜这个人民又治好死掉了 然后这个汉朝中央政府就派了一个高官 叫陆冲国 让陆冲国作为汉使 这个带着很多礼物到匈奴那儿去 护送这个匈奴的使节 把他的尸体送回去了 结果匈奴的禅运就误以为是汉朝杀了匈奴的使节 就把陆冲国作为一个人质给扣押下来了 这个扣押就导致汉兄交往中间发生了意外 其实匈奴使节到汉朝来完全是因为他自己生病 不治而亡 治不好死了 其实跟汉朝毫无关系 汉朝已经做了人质一尽 首先是给他治病 然后派了一个高官护送他的尸体回去 还带了很多礼物 但是作为报复 那么匈奴的使节来了 汉朝也扣留了匈奴的使节 这样双方你来了我扣 我来了你扣 双方互相扣了十几批使节 这样汉兄使节的往来就出现了意外 这个意外是怎么解决的呢 这个意外到匈奴的老的蝉鱼死了 一个新蝉鱼继位 这个新蝉鱼叫居帝侯 居帝侯蝉鱼继位以后 他害怕汉朝 他刚继位 地位不巩固 这个如果汉朝在偷袭他的话 他的统治就很危险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居帝侯蝉鱼就对汉朝释放了一些善意 这个善意最重要的善意 就是把扣留的汉朝的十几批使节 全部放回去 放回去以后 当然汉武帝感到很高兴 也很感激 匈奴继位后禅于的这种善意 所以就派苏武出使匈奴 带了很多礼物 其实苏武出使 完全是汉武帝 为了答谢继续和禅于的善意而去的 这就是苏武出使匈奴的最重要的原因 那么这个出使 到那去了以后 为什么苏武被弄到白海牧羊了 这就出现第二个意外 这个意外叫奉命出使 发生了意外 苏武是天汉元年 公元前一百年出使匈奴了 他赶到匈奴以后 他是以中郎将的身份 护送了十几批匈奴的使节 而且他去的时候带了一个副使 副使叫张胜 还带了一些临时招募的随从 其中有一个叫常会的人 这个历史上还有记载 带了很多人 还带了一百多个随从 带了很多礼物 前往匈奴去 本来苏武的出使是非常简单的一个活动 就是答谢匈奴残余的善意 结果到那以后 发生了一个意外 什么意外呢 匈奴内部在苏武出使之前 在酝酿着一场内乱 这个内乱 是有一个投降匈奴的汉人 叫卫率 这个法律的卫率 卫率这个人的话 这个投降匈奴以后 他手下的人 我满意 他手下的人 是跟着当年 跟着卫率一块投降匈奴的 但这帮人还想再逃回汉朝来 所以这帮人 就被两个人所利用了 一个是勾王 一个是于长 勾王是什么人呢 勾王是 魂爷王 他姐姐的儿子 匈奴的一个分支 这个魂爷王 他姐姐的儿子 他本来随着魂爷王 投降了汉朝 后来又随着汉将赵破奴 被俘老 而又投降了匈奴 投靠了匈奴 所以勾王和于长 就借用着魏率的手下这一批人 想发动一次内乱 内乱的目标是 劫持禅瑜的母亲 把禅瑜的母亲 叫燕之 这是一个封号 把禅瑜的母亲给劫持了 劫持了以后 带着禅瑜的母亲到汉朝来 这等于是给汉朝一个见面礼 所以在苏武出使之前 这个事情已经酝酿了好长时间了 苏武到达匈奴以后 出现了一件事 这个事苏武原来不知道 什么事情呢 苏武的一个副使叫张胜 张胜恰好和这次叛乱的其中的有一个人 叫于长 两个人在汉朝是好朋友 两个关系非常好 所以两个人呢 就见了一次面 于长去拜见张胜 于长就说了自己的想法 他说我们想把匈奴蝉瑜的母亲给劫持了 然后弄回你们汉朝去 弄到汉朝去以后 汉朝的天子肯定会给我奖赏 而我的母亲和我的弟弟刚好呢 还在汉朝 我一个人投降了匈奴 我希望这个奖赏呢 能给我的母亲 能给我的弟弟 张胜作为汉朝的使节 在处理这个事件的时候非常不谨慎 本来作为汉朝的使节 你来出使的任务是答谢匈奴蝉瑜的美意善意 加强两个民族的沟通和了解 加强两个民族的往来 没有其他任务 遇到匈奴的这个叛乱 你应当采取一种超然的态度 不要介入 结果呢 这个张胜答应了于长的要求 这个答应就意味着介入了这场叛乱 而且还给了于长很多礼物 这就算张胜介入了这场叛乱 所以过了一个多月以后 匈奴的蝉瑜外出打猎 所以匈奴的蝉瑜外出打猎以后呢 发动叛乱的狗王的于长 就觉得这是个机会 所以他们就联络了七十多个人 想发动叛乱 劫持蝉瑜的母亲 结果就在这场这个事件爆发的前夜 这七十多个人中间 有一个人告密了 由于这一个人告密 匈奴蝉瑜去打猎了 但匈奴参与的子弟还在 他的子弟们就立即调兵 把这七十多个人给围起来 打了一仗 打的结果是 狗王和其他的这些参与叛乱的七十多个人 全部战死 只有一个人被活捉了 这个人就是于长 于长被活捉了 于长就是面前苏武 助手张胜的那个人 所以由于于长被活捉 所以于长被抓以后 张胜就感到非常惊恐 因为张胜知道自己和自己有牵连 自己知道这件事 自己也同意替于长这个烧化 自己又给了于长那么多礼物 等于是介入了叛乱 所以张胜在害怕和担忧的情况下 才向当时的使者苏武报告了这件事 苏武听说以后心里非常紧张 我们看史书有这么几句话 说是如此 此必及我 见犯乃死 重复果 欲自杀 甚会共致之 什么意思呢 苏武的第一个判断就是 这件事情如果是这样的情况 那一定会由你连累到我 等到我被他们抓起来审判的时候 那就犹如我们的国格了 侮辱了国家 侮辱了国军 侮辱了大汉的使节 到那个时候再自杀 已经来不及了 所以还不如我先自杀 所以苏武听说以后的第一个反应 就是自杀 结果被张胜和常惠这些人制止了 果然 魏律在奉命审查这个案件的时候 发现了虞长勾结案实张胜的事情 就报告了禅义 禅义非常恼怒 就召集匈奴贵族商议 想把苏武这些人全把杀掉 这种情况下 有一个人出来说话了 这个人就是匈奴的左蚁之之 左蚁是个职务 之之是这个人的姓名 这个左蚁之之就出来说 不能杀 一揭祥旨 应当统统叫他们投降 用投降的办法来惩罚他们 就当时社会的大背景而言 匈奴十分愿意收降汉人 因为汉朝官员 有着丰富的政治斗争智慧 先进了战略战术经验 并且掌握了汉朝的军事情报 在对汉朝的战争中 会发挥很大的作用 所以匈奴禅宇 不惜一切代价 要招降苏武 这种情况下 禅宇就派魏律 去招苏武来受审 汉书苏武传 这样记载了 武为惠等 曲节如命 虽生何面目以归汉 引配刀自赐 苏武就告诉常惠 说如果我去接受审判的话 可以说是曲节如命 这种情况下 即使我活着 我有什么脸面归汉呢 所以拿起刀来就自杀了 这个魏律当时在旁边 一看见苏武自杀了 就赶快抱着苏武 急救 急救了很长时间 才把苏武救过来 救过来以后 这个审判就继续不下去了 张胜 这个常惠这些人就抬着苏武回来了 禅瑜得到报告以后就觉得苏武这个人太有气节了 所以就日夜派人早早晚的派人去问候 而把父使张胜给抓起来了 过了一段时间 苏武的伤养好了 然后 禅瑜就让魏律审判 玉藏 审判张胜 也招苏武 一块来旁听 想借这个机会 逼着苏武投降 这就是魏律逼降 然后在审判的过程中 首先 当着苏武的面 当着张胜的面 先把渔昌给杀了 杀了渔昌以后 逼着张胜 这个魏律说了这么一句话 汉使张胜谋杀禅尽尘 当死 说汉朝的父使张胜 想杀魏律 当死 什么叫当死 当就是判 判为死刑 同时又说了一句话 如果你投降了 可以免死 说完 举起这个剑 就要杀这个张胜 张胜一看这个局面 张胜就下滩了 就降了 张胜投降以后 魏律又走到苏武的面前 说 父有罪当相做 什么意思呢 父使有了罪 你作为正使 你应当相做 应当受连做 苏武一句话 就给他顶回去了 本无谋又匪亲属 何谓相做 本来我们没有商量 我们又不是亲属 我凭什么要相做 所以张胜 这个投降以后 这个魏律把剑又举起来 摆出一个要杀苏武的姿态 苏武的回应 是武不动 史书记载就这么三个字 叫武不动 这武不动 就说苏武坐到那 文思不动 丝毫没有被魏律的逼降 所下伏 魏律看苏武不降 又说了 他说你看 我当年投降的时候 我心里也很痛苦 但是我投降以后 我受到匈奴的大恩 我现在称为王 我手下有几万人 我的牛羊满山遍野都是 非常富有 你如果今天投降 明天你就可以封王 你像我一样 也可以享尽人间的荣华富贵 你为什么不投降呢 史书记载苏武三个字 叫武不应 前面叫武不动 这里叫武不应 苏武仍然不想 然后魏律继续劝他 你要不听我的 我这一走 你将来想见我 你都见不到 苏武听说这个话以后 对着魏律说 辱为人臣子不顾恩义 判主被侵 为降楼与蛮夷 何以辱为贱 你作为汉朝的这个臣子 不顾恩义 背叛了汉主 投降匈奴 像你这样的人 我凭什么还想见你 意思我根本就不想再见到你 结果魏律的逼降啊 没有成功 而且苏武还说 你这个人很不地道 禅于叫你来审判 来决定人的生死 你不是把心摆平 你反而想挑起 匈奴和汉朝两家的战争 你这样做的结果 必然给匈奴带来的是大的灾难 历史上我们看看 大汉王国周围的那些 那些这个异族 凡是挑战大汉天子的 最后都没有好结果 匈奴如果这样做的话 那么匈奴的大难就从你就开始了 最终魏律知道苏武不肯投降 就把这个情况报告给禅于 禅于听说以后 越发降 迫使这个苏武投降 我们看苏武传中间 有这一段非常 这个催人泪下的记载 乃幽武至大教中 绝不饮食 天 雨雪 五卧 涅雪 与沾毛 并验止 数日不死 匈奴以为神 匈奴的禅于把苏武放在一个大地窖中间 把他囚禁起来 然后断绝他的饮食 天上下着雪 又断绝了饮食 苏武靠什么生活呢 就靠那个 他坐垫上那个沾毛 然后吃一口血 吃一点沾毛 就这样 撑了几天 没有死 所以匈奴人 以为他是神人 这样 才把苏武掀隙到北海 让他北海沐阳 这就是北海沐阳 这个产生的原因 公元前九十九年 也就是苏武出使匈奴的第二年 汉朝大将李陵奉汉武帝之命出征匈奴 率五间步兵与八万匈奴战于迅基山 最后因为刮布的一众而兵败投降 李陵曾经与苏武同朝为官 而且两人交情 一向深厚 匈奴禅于就派遣李陵 继续去遥远的北海 劝降苏武 李陵劝降苏武 一共说了五个方面 用这五个方面来告诫苏武 你降了吧 第一 你的忠义无法显现 说你一个人在北海牧羊 你再忠于你的民族 再忠于你的国君 再忠于你的这个使者的使命 没有人知道 所以你所有的付出 这个世界上是没有人知道的 但李陵不知道 这件事情最终是被班固记录下来了 他不知道这件事情 最后是写入了汉书 李陵不知道 他认为这件事情历史上是无人知道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你哥哥因为汉武帝死了 你哥哥作为汉武帝的凤车独尉 扶着汉武帝的车子 到雍帝的岳阳宫 结果那个车碾 碰到柱子上 这个车员撞断了 结果你哥哥就犯了大不敬罪 所以自杀了 第三点 你弟弟因为汉武帝死了 你弟弟是怎么死的呢 是因为你弟弟伴随着汉武帝 到河东去祭祀后土 结果在这个祭祀的去的路上 有两拨人争着抢船 结果一拨人 把另一拨人推到河里淹死了 所以你弟弟奉命 就追查凶手 结果你弟弟没追到 所以你弟弟因为害怕 也死了 第四 你母亲已雇妻子改嫁 我来的时候 你母亲已经故去了 我亲自为她下了仗 你妻子很年轻 改嫁了 就是你家里 你算算吧 你哥哥因为汉武帝死了 你弟弟因为汉武帝死了 你母亲死了 你老婆改嫁了 第五点 你妹妹和儿女 遥无音信 你的两个妹妹 你的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 已经十几年了 没有消息 生死我们都不知道 李玲劝祥一共讲了五个方面 这五个方面可以说 比那个魏律的鼻祥 更有杀伤力 因为这五点都和苏武息息相关 你还为谁去奋斗呢 你还为谁去坚守呢 李玲的劝祥 是逼着苏武投降的另一种武器 是一种攻心战术 但苏武听说这个话以后 苏武怎么回答的呢 苏武回答了两点 第一 我做的一切是我心甘情愿的 我的父子 五父子无功德 结为陛下所成就 卫列将决通侯 兄弟亲近 长远干脑徒弟 今得杀生自孝 虽蒙抚月汤祸 成干乐之 我们一家人 没有什么功德 但是靠着陛下 他的提拔 我们都封了侯 做了将军 兄弟们都能够结晉皇帝 所以我们愿意干脑徒弟 为君王而死 所以我做的一切 是我心甘情愿的 第二点 我为君死 犹如子为父死 苏武这话说的非常干脆 陈氏君 犹子氏父也 子为父死 无所恨 我侍奉国君 就像儿子侍奉父亲 儿子为父亲死 没有遗憾 这样的回答 斩钉截铁 拒绝了 李玲的劝想 李玲还不私心 最后 他还给苏武说 你还是听一听我的劝吧 不要再坚持不详了 没有意义 你所有的表现 没有人知道 你家里所有人都死光了 你再坚持下去 受这个苦 何必呢 苏武怎么回答 苏武说 我自己觉得 我已经死了很长时间了 你一定要叫我 逼我的话 那么 我就当面死给你看 史书的原话叫 自奋已死久矣 王帝欲弦武 请逼 今日之欢 笑死于前 今天我就死在你面前 苏武这个话说了 李玲感到羞愧 感到无地自容 所以李玲最后无话可说 李玲走了 这个李玲走以后 停了一段时间 李玲又来了 李玲这次来 他给他带来个消息 他说我们最近得到了 确凿的消息 说 你的国君 汉武帝 听说已经死了 汉武帝死了 你是汉武帝派的使节 但是派你的人 现在死了 那实际上这个意思 告诉苏武 你在坚持 更没有意义了 苏武怎么回答了 史书记载了这么几个字 向南豪哭 欧雪 旦夕林 树月 向南豪哭 因为苏武在北海 就今天的贝加尔湖 而中国是在贝加尔湖的南边 所以他面向南去哭 这个哭 就是哭丧 欧雪 哭得血都吐出来了 旦夕林 树月 什么叫旦夕林 早哭一次 晚哭一次 这叫旦夕林 而且一哭就哭了几个月 这十几个字 充分显示了苏武 他的内心中间最核心的东西是什么 第一 忠于自己的使命 第二 忠于自己的国君 第三 忠于自己的民族 第四 忠于自己的国家 这就是苏武内心中间最本质的四个方面 特别是忠于自己的使命 和忠于自己的国君 是苏武在匈奴坚持下去最核心的两点 当汉武帝死以后 汉武帝的那个八岁的小儿子继位 他就历史上很有名的汉昭帝了 昭帝继位以后 又经过了几年汉兄关系缓和了 因为汉武帝的晚年 下了那个罪己诏以后 已经停止了汉兄战争 昭帝继位以后 又停了几年 汉兄两个民族的关系调整的比较好了 这个时候呢 西汉政府就向匈奴提出来 要求匈奴归还苏武 匈奴参与还不想归还苏武 就说了一个谎言 说苏武死了 以此来堵着汉朝要求苏武回国的这个请求 这种情况下 又出了一个意外 我们前面讲过 苏武初始的时候带了一个副始张胜 张胜已经投降了 还带了一个招募的随从叫常会 常会很聪明 常会想给大汉天子烧一句话 怎么烧话呢 他让看守 已经过了十九年了 还有看守看着他 他让看守和他一块 去面见汉朝的使节 你跟着我 你不就放心了吗 到那就把整个这个情况告诉汉朝的使节 说苏武还活着 是在北海牧羊的 你回去你就说 再见到匈奴的禅运的时候 你就说什么了 说我们天子上林院打猎 设下一只大雁 大雁的脚上绑了一个用博书写的一封信 这个信上写着苏武在北海牧羊 你就这样说 这个时候汉朝的使节听完以后 很受感动 第二天见到匈奴禅运以后 就责对匈奴禅运 你说谎话 苏武还活着 苏武就在北海牧羊的 我们天子打猎的时候 在上林院中间打下一只大雁 大雁的脚上拴了一封信 这个信上写明了苏武的经历 匈奴禅运听着美女说 傻了 他不知道汉朝时期怎么知道这个消息的 只好承认苏武确实活着 最终同意苏武回国 这样 苏武在被匈奴扣留了十九年以后 回到了汉朝 史书记载 十亿强壮出 及还 须法禁止 他出使的时候 还是一个壮年 等他回到汉朝的时候 胡子眉毛 全白了 所以我们今天看 所有的苏武牧羊的画 画的那个苏武 头发 胡子 全是白的 这就是苏武归国的事情 苏武的这种英雄气节 首先来自于个人气质力量 勇敢 坚毅 视此如归等品格的支持 更重要的是 来自于国家和文化力量的强盛 所带来的必胜信仰 公元前八十一年 被扣匈奴十九年的苏武 回到汉朝京城 受到了热烈欢迎 从政府官员到平民百姓 都向这位富有民族气节的英雄 表达了崇高的敬意 两千多年来 苏武受尽磨难 而忠得归汉的传奇经历 不知激励了多少中华民族的热血男儿 苏武身上表现出来的 富贵不能赢 贫贱不能疑 威武不能趋的坚真民族气节 和高尚爱国情操 成为中华民族前行的宝贵精神财富 到汉宣帝甘露三年 汉兄关系调和的调解得非常好了 这个时候汉宣帝就想到了 把一批功臣重臣 在麒麟格每一个人画一幅像 当然排在第一位的大将军霍光 一共画了13个人 其中最后一个就是苏武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鼎鼎大名的图画麒麟格 能够画到麒麟格这43个人 是轻视流明的人 尽管苏武是最后一个 但最后一个也很不容易 一般人根本进不去 所以苏武在中国历史上 是一个名人 而且从西汉以后流传的越来越广 我们应当怎么样来看待苏武呢 像这样一个历史人 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看待了 我先介绍几个古人的看法 汉代的杨雄在他的法言中间 说了这么几句话 张千苏武之凤使也 直接陌生不去亡命 虽古之夫使 其由列诸 这个夫使就是圆满完成使命的使者 叫夫使 他说苏武给张千 都是奉使出国的使节 他们没有让自己的使命受到屈辱 这是其他的使节所达不到的 王冲在论恒中间也说 五入匈奴终不左任 左任就是衣服左边开镜 这是少数民族的衣服 说苏武到胸中十九年 没有改变汉族的服装 宋人柴旺 在苏武这首永史诗中间 写了这么四句 十九年间不入军 论功何读后读尘 若叫倒数零年相 也是当时第一人 这个柴旺开了句玩笑 这个他说苏武十九年 没有如莫亡命 这很不容易 但是在论功的时候 齐林格画像 他排在第一 但是这也无妨 如果倒过来读 那苏武不是就第一了吗 齐林格是三个 如果倒过来读 所谓叫若叫倒数零年相 也是当时第一人 可见苏武这个人 我们从汉代以来 一直到宋代 我们看到的是历史上 其余多多历史 我们对他的充分的肯定 苏武的不入使命 不入军命 忠于自己的使命 忠于自己的君王 忠于自己的民族 忠于自己的国家 应当说在这方面 苏武做了非常突出 所以苏武牧阳的故事 一直流传到今天 这才有了我们开始 那么多苏武牧阳的民间歌曲 才有那么多有关苏武牧阳的绘画 这一讲 我们就讲到这里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